好了 ok 那么这个话呢 还有一个文件的错误处理 那这话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就不大家验证了 就给他说一下啊 就有时候我们打开文件的时候的话呢 大家如果是这样的 f open 你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hello.t这个文件 但是呢 如果这个文件的话呢 你是以什么呢 以子斜方式打开 如果你换了再去读的时候 注意 如果你是直接去读 wfc 或者f guess 那去读的时候是读不到的 就会出错 因为你这里是以什么 只写 所以特别要注意啊 那如果你要 又可以写又可以读呢 就要 w 加 是吧 w还有个作用 它会清空 清空 如果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创建 那的话呢 创建文件 那如果文件存在就会清空 那当然 w 只写 如果加个加号才会读 还有呢 有时候我们这个文件呢 每个文件的话呢 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权限 比如说你这个文件的话呢 它可能是从别的电脑里面考过来的 那么它呢 对于在你这个 这个电脑里面你去用那个文件的时候 可能它是其他用户的话呢 创建的 那么你对这个文件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打开的时候 可能会失败 啊 那或者的话 你记得它读或者写 可能的话会失败啊 那这话呢 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时候你这个文件是从哪里考过来的 你要看一下它的 一个文件的话呢 它的有一些啊 比如说这个权限啊 文件的一些权限 因为我们这的话呢 如果你是在你的这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在这里 是吧 在这里创建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文件是 因为你是在当前电脑 就是当前用户创建的 当前用户的话 当前创建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一些这种权限的问题 啊 是吧 权限的问题 那这的话呢 可能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另一页上面的话呢 它这个是 查看的话呢 就是 呃 会 比较 是吧 这个 你看这个安全这里 有这个 对这个文件化的进行一个吗 比如说 比如说 一个用户 是吧 这些用户的话呢 这个 呃 对这个文件具有什么权限 啊 具有什么权 那有一些话 如果你不是这用户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权限啊 这的话呢 就会了解一下 这个话呢 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在另一页上面的话呢 这个就能看得清啊 这里话呢 其实就是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是以 只读啊 只写方式打开 那么你读会失败 如果你是以 只读方式打开 你写也会失败啊 那么呃 如果你要读又要写 那么就加 就要让他可读可写 很多可写就open of open net 要加上 比方 r 加 或者 w 加 是吧 这个都可以 但是 w 加的话会轻功 然后文件权限不足 这个是吧 和你 哪个用户创建的话呢 可能有关系 比如这台电脑的 你在另一个电脑用 那可能会出问题啊 这块需要注意一下 好了 这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错误的话呢 你觉得这个是错误啊 那如果是错误的话呢 这个 嗯 是吧 一些方法 那么你呢 可以呢 就是 通过他的反省值 然后呢 判断他到底是 写进去也没成功 打开是否成功啊 这个时候 注意 我们打开文件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这一步 这一步少了 是吧 你文件open 打开失败了 你都不知道 错都不知道错误在哪里啊 说的话 这里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 好了 这个我们暂停一下 就该看余说吧 对吧 relationship bruk fairly 对 ç 对